不少长者都因为退化性关节炎 饱受疼痛之苦 甚至最近几年有年轻化的趋势 有人甚至会觉得因为关节疼痛 就不想活动了 但医师表示 不活动可能会退化的更严重 医师也提供了如何稳定 膝关节肌肉的锻炼方式 让患者保养好关节 有不少年长者都因为退化性关节炎 饱受疼痛之苦 甚至近年有年轻化的趋势 有些人甚至会觉得 因为关节疼痛就不想活动 但是医师表示 这样不活动可能会退化更严重 医师也提供如何稳定 膝关节肌肉的锻炼方式 膝盖 那它大腿骨跟小腿骨 它是靠大腿前侧的肌肉 去做一个稳固的一个作用 所以其实最重要我们是训练 大腿前面这块骨四头肌 那其次呢是膝盖后 脚后方小腿的部分 有些人膝盖退化就容易紧绷 那也要适时的做一些伸展 还有力量的训练 适度的做伸展活动 能够让关节活动 医师表示透过活动 让关节活化起来 延缓肌肉量流失时间 不动是越痛 因为痛的时候呢 其实就有一些发炎物质出来了 那他会就越不动 他就觉得好像没那么痛 可是久了之后他会想 当我要动的时候还是很痛 你已经痛到有点肿起来的话 那我就建议你就是领服休息 好 那在你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呢 没有那么疼痛的话 其实是要适当的做一些伸展 这时候伸展的观念 其实就很重要 因为当你还是有做一些伸展运动的时候呢 他关节就有活动 伸展其实就是我们关节的活动 让他到一个紧绷的一个状况 好你弯起来到一个紧绷 对你觉得最紧绷的时候 撑个三到五秒 对撑个三到五秒 好然后再放下来 轻松休息 许多长者的迷思觉得疼痛就不要 活动能够稍微减轻痛感 而这样不仅会造成肌肉僵硬 还会在下室活动时痛感加增 透过适度活动保养膝盖 预防退化 建盘罪台东市报道